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早上8點由張萬健報道新聞 美國俄勒江州校園槍擊案州長布朗前往現場視察前表示 疑兇是一名20歲男子 他已經死亡 報道指涉案男子和警方駁火期間喪生 周華社說 槍擊案有至少10人死亡 外國通訊社引述官員說有13人喪生 空案動機未明 外電引述當地報章說 兇徒開槍前曾經詢問受害人的宗教信仰 另外有美國傳媒說 兇徒在案發前曾經在社交網站發放信息 當地警方在早上10點多接播 出事的是俄勒江州羅斯堡鎮一間社區學院 學院有大約三十名學生 師傅 結婚一日之計在於神 一起做運動展開新一天 運動人生 主持國伯令 哈喽哈喽 各位听众早晨早晨 来到10月2号星期五 早上8点07分的运动人生 大家好,我是巴林 现在身外气温摄氏27度 相对10度75% 天气今天仍然很热 最高气温今天大约会有30度 昨晚大家有没有看烟花呢?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昨晚维港两岸除了人多之外 欢呼声也是非常多 每当到一个新主题的时候 欢呼声劲得小朋友都要说 Anchor啊!Anchor啊!Anchor啊! 不过看烟花就不和看演唱会 是没有Anchor的 因为看烟花就等于看演唱会一样 烧完烟花等于烧人子一样 烧完就没有了 今天早上继续有个温馨小提示 就是我们香港电台数码35台 已经和第五台分图广播了 今天就是星期五 我们上个星期五就跟大家分享完 然后荣春沉桥套路是怎样做的 由今个星期五开始 每逢星期五我们就会分享第二个运动 就会和大家分享陈氏56太极拳竞赛套路 所以每周五里白灵就会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分享太极 第一位嘉宾就是来自中华太极社创会主席 也是陈氏太极拳的传人 陈君丽师傅 陈师傅 早晨你好 早晨 白灵 另外一位就是陈师傅的徒弟 就是中华太极社秘书长刘淑欣教练 刘教练你好 你好 白灵 大部分时间都会是刘教练做分享 因为陈君丽师傅是说普通话的 不过有时陈师傅都会和我们深入讲解一点点 不过大部分时间都会是刘教练和我们做个分享 但是在我们香港电台数码台DAB加的Facebook专页里面 就会由陈君丽师傅亲自示范 陈氏56太极拳竞赛套路下半段是怎样做 因为早前在我们的运动人生 主持洪少言就和陈君丽师傅和刘淑欣教练 分享过上半段的陈氏56太极拳竞赛套路是怎样做的 我们每周五开始就会分享圣语下半段的套路是怎样做的 首先和刘教练聊聊天 很多时候大家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集都会神化了太极的 其实真正的太极是怎样的呢? 其实呢 冯君丽师傅跟我说过就是说呢 太极拳练到很高层次的时候呢 遇到有什么风吹草动呢? 其实瞬间是可以感应到的 那即时呢 也都可以闪电式的反应 而作出相对的反击的 那即是说呢 反应很灵敏 非常之灵敏 是有任何风吹草动 feel到 感觉到 而即时可以作出反应 所以呢 未必电影上是太过夸张的 有时都是真实的 做到这些效果的时候 高层次的太极呢 你练到很高水准的时候呢 其实有什么风吹草动呢? 未走到近来你已经感应到 而即时可以作出反应 那其实我们的拳式是立实的 太极是吻含了东方哲学的生命科学 那其实里面包含了说什么呢? 我们有太极的阴阳之理 那这件事是说平衡 阴阳平衡 不可以一面倒 那我们是说协调 因为阴阳不平衡的时候 你经常都听到会生病的嘛 是吧? 好了 第二呢就是中医的经乐学说 那经常都听到的了 我们要血脉畅通 是吧? 不畅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病 不舒服 那所谓通则不通 通则不通 是吧? 所以其实呢 我们是说我们的经脈 我们的气血要畅通 节节贯通 那第三呢就是导引吐蓝 这个呢是说呼吸 而太极呢是用腹式呼吸的 而我们这个是一个很深层的呼吸 而我们说我们的呼吸的气要求是要深 要长 要细 要坤 和要油 那这几种特点是腹式呼吸里面 是特别在太极里面是运用到的 那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力学 那我们说的是杠杆原理 离心力 离心力和向心力 离心力呢很简单 譬如我们玩机动游戏机的时候 大家都感觉到的了 就是心离一离很害怕的嘛 是吧? 那向心力也是一样的 那其实这几样东西呢 这四样东西呢在太极拳里面呢 是它的内容来的 是包含了这几样东西 所以其实呢是非常之丰富 和很深奥的一样东西来的 那刘教练你的意思就是 学习太极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的感觉在里面的 嗯 其实呢是当我们可能去到某一些动作 比如推手的时候呢 当你太极拳呢 其实它有两个功效的 一就是养生 二就是防守 忌击 是吧? 当我们真的要去防守或者忌击的时候呢 嗯 离心力 向心力这些东西呢 就会在我们的推手那里运用出来的 但是就没有好像那些机动游戏那么夸张 就是会不会说 哇 整个人的心离了出来 不会那么夸张的 嗯 好像这样 跳舞 是 跳tango OK 一个男 一个女 这样跳 那个男 将那个女 拖出去的时候 噢 那一下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离心的 对不对? 当它再引起它来 船回它来的时候 就向心力 噢 所以这个离心和向心就是类似一个这样的 明白明白 那想问一问一下冯师傅啦 就是做到好像冯师傅 这么高层次的太极啦 你学了多久的呢?冯师傅? 我应该学了三十多年了吧 三十多年的 哇 其实要好到你的阶段 就是这么高层次啦 其实每一日是不是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 不要说叫苦练啦 就是都要很勤力去练习太极 才有一个这么高层次的阶段 应该来说呢 感觉的就是说呢 现在人不讲什么苦练啦 我们小的时候学习武术 或者教功夫的时候呢 确实要很努力 很勤力去练习的 是啊 那就是 所有的武功啊 又或者是运动 如果要有一个好的效果 又或者很勤力啦 在那个方面下 比较厉害一些 其实呢 就是没得偷懒的 一定要勤加练习 才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 才可以去到一个很高层次的阶段 好了 继续和刘教练聊聊聊天啦 那太极呢 是不是真的 就是很多时候看电视呢 就是说可以四两拨千斤的 是不是真的呢? 四两拨千斤呢 是一个杠杆原理 是一个力学 其实很科学化的 是不是 其实在我们生活上面 很多时候呢 四两拨千斤这件事呢 你都会见到的 这个杠杆 这个杠杆原理 例如啊 车坏了 有较迫起车 其实都是一个杠杆原理 是 而在太极里面呢 四两拨千斤呢 其实我们讲的是 借力打力 是 借力打力 怎样做到借力打力 是不是 借了别人的力量 然后打回人家 打回人家 其实呢 我们讲的是 将别人的力射了它 然后再加力 还击给它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我们讲的 在动作上面呢 要去射到别人的力量呢 可能我们要做些事去令到它 转变它的方向 寂寂上面 譬如它的拳 正在来的时候 我们要深刻 转变了它拳的方向 路线 嗯 借了它的力量 然后再加力 还击它 哇 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学习到 因为呢 对方出拳 不是慢动作 这样去打你 是很快的拳 要在这么快的速度里面 然后 可以借到它的力 然后再打回它 真的 真的不是说一年半了 就可以学习得到 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练习 去苦练 是 这个是忌激 又是一个技术 是的 所以呢 绝对是可以去 从不同方面去练习的 你说的 不会是一时三刻 可以做到 一定是要经过很长的 不同形式的训练 是 因为首先你的反应要快 要灵敏 感觉知道它来 怎样来 然后将它改变它的方向 然后再去 还击它 是 听到真的 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练习 还有没有哲敬的 就是要学到 四两拨千斤 这个这么高层次的阶段 真的 每一日大家都要 跟着我们的运动人生 跟着冯君利师傅 跟着刘淑英教练 学习太极 将来 希望大家 都可以做到 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好了 太极拳 太极除了有太极拳之外 还有太极仙 太极剑等等 其实如果懂得太极拳的话 其实是 学其他太极兵器 都是同一个原理的 原理会是一样 是的 没错 当你有了太极拳的根底的时候 你去学其他兵器的时候 一定会有优势 和会容易一些上手 那其实 譬如我们在玩太极剑的时候 是否也是同一个道理 亦都可以借力打力 这样的呢 借力打力 其实我们通常在 忌激推手那方面 会强些 所以会出现到这些 效果 效果 没错 当我们打太极剑的时候 就是跟回太极拳 这样的 即是呢 劍只是一个工具 多了一个工具 在手 就不是单单一只拳 现在是多了一个工具 在手 只不过我们怎么 运用这个兵器 在这个过程里面 明白 譬如我出了一个拳 我就不出一个拳 就用一个太极剑 这样推出去 是的 刺剑 明白 太极有什么兵器呢 除了说太极仙 太极剑之外 太极呢 有刀 枪 棍 剑 春秋大刀 鞭 鞭 鞭 线 总共起码有七款 太极兵器 而呢 刚才我说过的刀 剑 和线 都有单和双的 即是单刀双刀 单剑双剑 单线双线 哇 真的有很多东西 太极不只是说太极拳的套路 还有比如说 这些兵器 还有四两拨千斤的推秀 等等 这些招式 真是有时间去学 真是可以花很长时间 慢慢去铸研 太极 没错 太极这个艺术 其实是很丰富的 很深厚的 所以你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在不同方面 更加深入去铸研 就好像刚才听了 刘教练所说 兵器都已经有七种了 还有其他方面 比如太极拳的套路 不止一套 也有很多套 就是我当他一年学一样东西 哇 起码都要学十年以上 才学到一些基本的 未去到说就是高层次 刚刚是幼稚园小学毕业 然后你要去中学大学的话 都要花一些多的时间去铸研 真的要 所以我想在学习的时候 跟一个好的师傅是很重要的 因为可以指点到你 不用走一些冤枉的了 是的 那哪一种兵器是最难学的呢 刚才我说过这么多种兵器 如果你想想 三八零鼓下 是否有鞭呢 刚才提及到 是不是鞭呢 因为鞭是那些叫软兵器 是的 因为软兵器很容易发到自己 非常聪明 没错 软兵器是比较难学的 因为其他刚才所说的 全部是硬兵器 唯一鞭是软兵器 软兵器软 所以发出劲的时候 要随心所欲 是比较难些了 嗯 那就是鞭呢 真的不可以说 一时三下可以学到 真的要学了其他一些硬兵器 然后到最后 才学鞭这个的软兵器了 嗯 OK 好 谢谢刘教练和我们分享 这个时候 我们有请刘教练 带领我们做热室 然后学习今天的套路 我们以下来的这个动作 就叫做狮子斗毛 听名字都很厉害的了 那其实这个动作 就是对我们的人体五脏六腑 内脏的运动很好的 腰肌 和加强我们的伸臣代謝 对血液循环都非常好的 如果你是劳累 做完这个动作 就会觉得整个人都鬆了 还有一样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消脂 减肚腩的 令到我们的腰千小 还有它加快这个腸道的愚动 那所以呢 做完这个运动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有少少感觉都不一定的 好 那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呢 那这个动作就好像船腰那样的 身体要自然放松 我们去感觉身体的前后 好 OK 我们说一说要点 那这个动作呢 我们的意识呢 尽量摆在腰上 保持身体的上身 和脚 腿自然放松 搓动的速度呢 可以由慢至快 因人而异 身体呢 越放松呢 震动的感觉呢 就越大 身体越僵硬的话呢 就越难震动的 所以很重要 我们就是要放松身体 就是集中的思想在腰的搓动 船腰那里 那还有呢 这个动作呢 和扭呼拉圈不同的 大家千万不要将腰扭 大弧度的左右的扭 不是这样的动作来的 那我们只是向前搓 向后搓 所谓船腰 OK 那好了 现在我们一起做十次这个动作了 好 第一 向前搓 第二 向腰向后搓 第三 向前搓 第四 向后搓 第五次 向前搓 第六次 向后搓 第七次 向前搓 第八次 向后搓 第九次 向前搓 第十次 向后搓 OK 那大家可以慢慢试下 由慢到快去做这个运动 好 刚才呢 麻烦了刘淑欣教练呢 带领我们做懸疑身的 我们warm up好了 现在学习啊 陈思五十六 太极决竞赛套路的 我们早前呢 就学习了陈思五十六太极拳竞赛套路的一半的 去到二十一招 右单边的 现在呢 由二十二招那里开始的 刘教练 插步船掌 开步船掌 船掌平摆 以及提膝横击的 那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了 做第二十二式第一招分动作之前呢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第二十一式是怎么样的啦 第二十一式是右单边 那姿势动作呢 那姿势动作呢 就是 左手 执勾上堤 右掌 乘立掌 马步呢 就是右偏马步的 这个重心呢 就是七成在这个右脚 三成在这个左脚的 而我们的右脚的 脚掌呢 是外摆 少少 而我们的左脚呢 就是 少少内扣的 那现在这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十一式 右单边了 好 第二十二式的 云手 我们第一式分动作 收脚船掌 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呢 现在稍左移 跟着右移 同时呢 我们的左勾手呢 变掌 而我们的手腕为軸心呢 外船向下 向左 画弧 我们的掌心呢 斜向后的 跟着呢 我们的身体 微左转 重心呢 移去左脚 并屈膝 并屈膝 而我们的右脚呢 很迅速地 收去左脚 内 大概二十厘米的位置 我们的脚尖呢 碰地 右脚呢 屈膝 微外展的 同时啊 我们的左脚 我们的左脚 内船 内船 右脚 内船 继续 向上 向右 向下 向左 即是大一个圈 画弧于身体的左田方 而我们的左掌呢 就是摆在我们的左肩前的 我们的右脚 是放在我们的右腹前 掌心 坤向外的 现在我们的眼看着我们的左掌 而重心呢 是在左边 那我们呢 现在做完这个 收脚船掌 第一个分动作了 好 准备了 第二个分动作 开步推掌 我们的身体呢 微左转 左脚屈膝半樽 而我们的右脚呢 向右开步 同时我们的两掌呢 向左前稍推 眼是看着左掌的 重心在左边 好 我们做完我们的第二式 分动作 开步推掌了 现在我们准备 第三个分动作 插步船掌 身体呢 微右转 而我们的胸口呢 是向着一点半个方向的 好了 现在我们的重心呢 移去右腿 跟着我们屈膝 随之我们的左脚呢 向右 后方 插步 脚前掌 穿地的 同时呢 我们的右掌 内旋向上 向右 滑 于这个右胸前 而我们的指尖 向着我们的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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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之我们的左掌呢 外旋 向下 向右 滑 于右腹前 我们的指尖 我们的指尖 现在是向前的 而我们的掌心呢 是向外的 好 我们做完我们的插步船掌了 跟着我们的指尖 然后我们做四个分动作 开步船掌 好 我们的身体 微左转 我们重心 移去左腿 并屈膝 右脚呢 就向右 开步 同时我们的左掌内船 经过胸前向上向前 或护于身体的左前方 稍稍高于肩膊 而我们的掌尖就是向右上方 我们的掌心是向外 我们的右掌外船向右向下向左 或护于左腹前 而我们的指尖就是向前 掌心就是向外 而我们的眼睛现在是望着我们的左掌 好,我们的开步船掌刚刚做完了 接着来我们做第五个分动作 船掌平摆 现在我们的两腿屈膝下樽 重心移向右腿 同时我们的身体慢慢右转 跟着我们的右手内船掌心向下 左手外船掌心向上的 身体转移重心 我们的身体转移重心 对方移重心移重心 我们的右手内船掌心向右 向右或弧平摆 我们的船长平摆 做完了 现在我们做第六个分动作 提膝横击 身体现在微右转 我们的重心全部移去左腿 然后我们的右腿提膝 右脚内扣 同时我们的左臂向前 向右向胸部屈争 经右前臂下与内扣 绕至右前臂上 即是两手滚动 内船翻掌 向左前臂横掌激出 我们的掌心向下 与此同时 我们的右前臂外船 掌心向上 向右下回拉致腹前 好 我们的眼睛现在看着左边 左掌 重心在左边 好 现在我们的云手动作 就完全做完了 好 谢谢刘淑欣教练 和我们分享了 陈思五十六太极拳竞赛吐鲁 第二十二色云手 如果大家想欣赏后半部分 陈思五十六太极拳竞赛吐鲁 是怎样做的话 可以上到我们香港电台 数码台DAB加的Facebook专页 就会有中华太极社创会主席 冯军李师傅 和我们示范一下 做运动我们最怕就是受伤 所以等大家做运动之前 一定要做足处身 做运动的时候 千万不要强烈你 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切做运动展开新一天 运动人生 主持郭白宁 各位听众 回来第二部分的运动人生 在节目里面继续有 中华太极社秘书长 刘淑欣教练 哈啰 刘教练 你好 你好 白宁 刚才第一部分的时候 刘淑欣教练就和我们分享了 陈氏56太极拳竞赛套路 第二十二招 云手向右的 右边的云手是怎样做的 白宁有少少问题 想问一问刘教练 因为做太极 白宁知道呼吸吸气是很重要的 刚才第二招云手里面 就有六个分动作的 可不可以说一说这六个分动作里面 呼气吸气的位置 我们应该在哪里应该要呼气 哪个位置要吸气的呢 其实吸气呼气在整个太极拳里面都要运用到的 对了 而通常就是我们收入来的时候 吸气的动作向外出去的时候 是呼气的 例如就是在收脚船掌那里 我们有一个动作是收脚推掌的动作 这个时候我们是采用吸气 收脚 收脚的时候吸气 对了 好了 到了我们开步推掌的时候 我们开步了 开步的时候我们就是呼气了 因为步是走出去 推出去 步是开出去 所以我们呼气了 好了 到了我们例如插步船掌的时候 然后我们脚向后插的时候 我们也是吸气的 嗯 到我们开步云掌的时候 我们就采用呼气了 嗯 所以大致上的分例就是 当我们的东西收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吸气 吸气 当我们的脚开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呼气 其实也挺自然的 对不对 就是收起来就吸气 对了 推出去或者开步的时候就呼气 对了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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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 可能在吸气 呼气那里 可能没掌握到 有时可能撈亂了 可能有时推出去的时候 就吸气 收起来的时候就呼气 这样撈亂了 其实会不会影响 对我们身体有些坏的影响呢 嗯 其实首先 你就会即时觉得 好像不是很顺利的那样 有一些 顶着这样子 那其实呢 在太极里面 任何动作 或者任何 当你呼吸的时候 突然觉得好像 不很顺利 动作不舒服 为什么好像 卡住或者顶着 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需要注意了 应该去 proper整一下 即是 因为还挺有趣的 当他的动作 所有东西是顺利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打得 如果任何期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咦,为什么那些东西会顶着 不舒服的时候呢 你就是需要调整了 那你要定下来 再看看你哪里要转回头 再去调整一下 就是好像刚才 白灵跟着刘教练 做这个的第三个分动作 插步船长的时候 做个云手 就是自己做个云手 可能一做的时候 是高过那个额头 但是觉得又好像怪怪的 是不是那个云手 就是不应该要高过那个额头 做的时候 是的,没错 因为云手其实都是一个 其实整个太极拳 都是一个忌激来的 是不是 云手它的作用就是 当有个拳向你前面来的时候 用云手挡了它,拨了它 那你过高的时候 其实你的力度不对 所以拳来的时候 你就在它前面 所以通常都会是额头以下 不明白 就是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有个结构 如果真是古怪怪的 那就真是要修正一下 又或者问一些的师傅 究竟为什么做的时候 为什么好像怪怪的 就是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是的,不舒服 是的 去到第六招的时候 第六招就是提膝横击 要单脚站的 单脚站的时候 有时都会站得 可能不是那么稳定的 那做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稳定一点 当我们做提膝横击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提膝和上肢的左手横击 和我们的右手回按摩是要同时完成的 即是说提膝和我们的左手横击和我们的右手回按摩 就是这三个肢体 就是两只手一只脚 因为我们要单脚站 所以就是一只脚了 还有我们两只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不是你说这三只就是两只手一只脚呢 没错了 就是这三只了 要同时完成 以防我们站立不稳 还有当我们因为有发劲的这个动作 当我们发劲的时候 记住我们就是要强调胸腰折点 还有我们是要腰脊要撑圆的 我们腰背脊撑圆 还有我们伸臂的时候发力 要形成上下有一个对称的径在这里 就是因为这个径这个对称的力 可以帮助我们站稳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好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话 不要紧要可以上到我们香港电台 数码台DAB加的Facebook专页 中华太极社创会主席冯君丽师傅 就会亲自示范 这一套的下半部分 因为我们早前就学了上半部分 这下半部分 由22式开始 至到56式 就会有冯师傅和我们亲自示范 大家也可以上到我们的Facebook那里 可以欣赏这一招 以及整套的套路是怎样做的 这个时候我们听听健康小贴士 听完回来就会重温多一次 第22式 我们早前就学了陈氏56太极拳竞赛套路的一半 去到第21招右单边 现在由22招那里开始 刘不连 我们将时间交给你了 好 今天我们就是做第22式 那就是云手 就是向右边开的 云手这个动作就是由六个分动作组成的 分别就是收脚船掌 开步推掌 插步船掌 开步船掌 船掌平摆 和提膝还击的 那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了 那在做22式第一招分动作之前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第21式是怎样的 第21式是右单边 姿势动作就是左手执勾上提 右掌乘立掌 马步就是右偏马步的 重心就是七成在右脚 三成在左脚的 而我们的右脚的脚掌是外摆少少 而我们的左脚就是少少内扣的 那现在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的第21式右单边 好 第22式的云手 我们第一式分动作 收脚船掌 我们的身体的重心 现在少左移 跟着右移 同时我们的左勾手 变掌 而我们的手腕为軸心 外船向下 向左或弧 我们的掌心斜向后 跟着我们的身体微左转 重心移去左脚并屈膝 而我们的右脚很迅速地收去左脚内 大概20厘米的位置 我们的脚尖 我们的脚尖碰地 右脚屈膝 微外展 同时我们的左掌 内旋 右掌 外旋 继继继维向上 向右 向下 向左 即是打一个圈 滑糊于身体的左前方 而我们的左掌 就是放在我们的左肩前 我们的右掌 是放在我们的右腹前 掌心 困向外 现在我们的眼睛 看着我们的左掌 而重心是在左边 我们现在做完 收脚船掌 第一个分动作 好 准备了 第二个分动作 开步推掌 我们的身体 微左转 左脚屈膝半樽 而我们的右脚 向右开步 同时我们的两掌 向左前 稍微推 眼是望着左掌 重心在左边 好 我们做完我们的第二式 分动作 开步推掌 现在我们准备了 现在我们准备第三个分动作 插步船掌 身体微右转 而我们的胸口 是向着一点半方向的 好了 现在我们的重心 移去右腿 跟着我们屈膝 随之我们的左脚 向右后方插步 脚前掌 着地 同时我们的右掌 内旋向上 向右 或弧 于右胸前 而我们的指尖 向着左上方 我们的掌心 向外 随之我们的左掌 外旋 向下 向右 或弧 于右腹前 我们的指尖 现在是向前的 而我们的掌心 是向外的 好 我们做完我们的插步船掌 了 跟着下来我们做第四个分动作 开步船掌 好 我们的身体 微左转 我们重心 移去左腿 并屈膝 右脚 就向右 开步 同时 我们的左掌 内旋 经过胸前 向上 向前 或弧 或弧于身体的左前方 稍稍高于肩膊 而我们的掌尖 就是向右上方 我们的掌心 是向外 我们的右掌 外旋 向右 向下 向左 或弧 于左腹前 而我们的指尖 就是向前 掌心 就是向外 而我们的眼 现在是望着我们的左掌 好 我们的开步船掌 刚刚做完了 跟着下来 我们做第五个分动作 船掌平摆 现在我们的两腿 屈膝下樽 重心 就移向右腿 同时我们的身体 慢慢地右转 跟着我们的右手 内旋 掌心向下 左手 外旋 掌心向上 身体转移 我们的两腿 屈膝 经胸前 向右 或弧 平摆 我们的左腿 是微屈的 左掌心 是向上 而我们的右腿 屈膝 右掌 就放在左前 鼻的上方 掌心 就向下 而我们的眼 现在是望着 左掌 好 我们的船掌平摆 做完了 现在我们做第六个分动作 提膝 横击 身体 现在微右转 我们的重心 全部移去 左腿 跟着我们的右腿 提膝 右脚 就内扣 同时 我们的左臂 向前 向右 向胸部屈膨 经这个右前臂 下 与内側 绕至右前臂上 即是两手滚动 内船 翻掌 向左前臂 横掌 激出 我们的掌心 现在向下 与此同时 我们的右前臂 外船 掌心 向上 向右 下回 拉 至腹前 好 我们的眼 眼睛现在看着左边 左掌 重心在左边 好 现在我们的 云手动作 就完全做完了 好 谢谢刘淑英教练 跟我们重温了 如果大家想清楚了解 这套太极套路是怎样做的话 可以上到我们香港电台 数码台DAB加的Facebook专业 就会有冯君李师傅亲自示范 好了 看看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留待下个星期五 香港电台数码35台 早上8点到9点的运动人生 会继续分享太极奖